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开一个坑 讲一讲 我发现我这个脸真的是 有很多粉丝说皮肤好 我自己看这个 发现的确是挺好的 你看我这真脸 我那边没有化妆什么的 皮肤是不是 我们就开个坑啊 讲这本书 那么 这个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 沃尔顿写的啊 前白宫国际事务顾问啊 写的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有非常多外国媒体 他们解读的一般角度都是从 哎呀你看这个伊凡卡 是吧 五逆犯上啊 对他亲爹不敬啊 怎么怎么着 我一开始是本着啊 就是要详细的 想要从这书里面挖掘一些内幕啊 什么东西 谁知道 刚刚开一卷啊 刚刚开卷读不到两页 我就已经笑的不行了 这本书啊 这本厚厚的书啊 看起来很厚 其实里面废话特别多 这么厚一本书啊 各位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当笑话合集来了 我现在看了大概五十多页吧 我这是笑的合不拢嘴 啊 为什么这么好玩呢 啊 我就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这本书就这么好玩 好吧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 博尔正写这本书啊 基本上就是他求而不得之后呢 特别是被开除之后啊 宏图大略全部要带到棺材里了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人还在精神上入土呀 他肯定是受不了 于是呢 干脆活起来 妈的老子过气了 你也别想好 是吧 所以呢 把这些秘星全部爆出来 但事实上 他这些秘星在我看 他非常的好玩啊 开篇第一章讲的董王 他如何是在一个混乱的局面上 诸侯歌之群雄中霸啊 一堆的佣兵自重的这帮子军阀 怎么就把他扶上尾了 是怎么样一个混乱的格局 他又是怎么样入主白宫的啊 当然我们知道 他最后当了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对吧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页呢 他就直接给了董王一个贯穿全书的定义 就是董王这个人形式啊 这个词大家注意啊 学过英语人应该知道这个词多好玩 bizarre 古怪的 很迷 就是你根本摸不清楚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不知道在讲什么 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bizarre 这个词 我记得这个词每次出现 当我的美国籍的朋友也好 因为你身边有这么多的成年人裹挟着 with the self confidence growing 随着董王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 于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 被试的先生包围了 这个皇位坐稳了之后 我原来这么聪明 我这是个天才 自我感觉越来越好 所以按照波顿的说法 接下来之后 一直到现在 董王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的时候 政策的这样的性格 是什么呢 不是凭事实 而是凭直觉 instinct 国际战略的外交手段凭什么呢 凭和外国的首脑的私交 后面来的时候 他跟安倍的私交是最好的 当然我们从这段照片里面看出来 根本看不出来安倍有多喜欢 我这是边看边笑 各位 你想想 包针的这篇书里面写 和外国的外交策略 是靠跟领导人的私交 其实 博顿自己 他一开始是没料到董王的参选上的 不光是他 很多人 甚至共和党自己的福克斯 都没有想到 董王居然选上了 这博顿自己说 当天晚上原来是9点钟 晚上9点钟开始直播 结果到凌晨3点才开始直播 福克斯准备的词 都准备不对 他自己也没想好 本来是想分析 新总统的外交策略 分析希拉里的 结果他给了一个惊喜 结果董王选上了 谁也没想到 自己也没想到 所以他说 导致了董王一选上之后 没有想到他居然能选上的这帮人 就开始争位子 三公九卿 你怎么排排座 那排自论备了 我是宗正 司空司徒司马 一个都要排排座了 是吧 就有这个问题 于是呢 布尔在这里面想要干什么 布尔梦寐以求的职位 并不是国际安全顾问 而是国务卿 那么布尔想要当国务卿 他之前当过 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 他当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当小布什时代 就当过副国务卿 那好歹我要 这么多年了 小布什时代 什么什么 我要扒个正的吧 我们就知道 国务卿这个官 大概相当于什么 有人说这个国务卿 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国务院 是吧 他国务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根本就不是 他和总理有很大的差异 就在于他主要是管美国的外交的 但是他要比外交部长高一级 因为他还可以管一些军事战略的问题 国家安全之类的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 国家非常合伯仑的胃口 他之前当一个副的 现在想要当一个正的 于是呢 在前五十一 这第一章还没结束 他基本上整个的论调 就是说明 就是董王莫名其妙选上了之后 这么多人英文而上的抢位置的时候 哎呀 你看我 对吧 我包的老共和党的老保守派了呀 我这简直资力又高 能力又强 然后写什么 他是这个 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学弟 我也是耶鲁法律系的 他们也是 我只比他们晚了一年 当然了 这点来说 的确是你能进耶鲁读法律系 的确是说明了一些问题的 耶鲁可以说 美国人自己讲 耶鲁 我去耶鲁大学的时候 他们也说 我们是美国总统的摇篮 我们这边出了一大堆的人 怎么怎么着 我既然又有资历又有学历 我又有经验 我还去联合国骂过人 他当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 这是锤子和钉子的比喻 说联合国安理会的几个常人理事国呢 就是锤子 但这个锤子现在太多了 全世界只需要美国一个锤子就可以了 甚至全是钉子 一个被美国敲 这是他自己说的 你们看看这个人多恐 所以呢 他想当国务卿 于是呢 通篇就在讲 董王上任之后 每个人都在抢位子 他也想抢一个位子 就是国务卿 又是那副 哎呀 说明自己多厉害 又是一副小寡妇 预收怀修的样子 哎呀 人家就是想当国务卿吗 这样的感觉 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好玩的 非常戏剧化的就是 董王一开始 摊子是真的乱的不行 他靠他的亲戚 来组建他白宫的内阁 也就是他的女儿 Ivoca 他的女婿 库什纳 还有几个跟他关系挺好的 这个叫亲戚 我们耳术能详 有一个叫史蒂夫班农 对吧 史蒂夫班农这个人 真的是挺有名的 不知道的话 那就是这个超级大笑话 这个好建国 是吧 独立建国的这个郝海东 一直挂掉 史蒂夫班农先生 就是给他和郭文贵 搞了一个叫什么 喜马拉雅监督机构 白宫国事顾问之一 当然这个国事顾问 基本上就是私人职务 这是你随便封封的 我这边看我频道 今天三点 差不多三点一万粉丝 我只要想封 你们都是美国国事顾问 这是这样 在这种一样混乱的情况下 Bolton非常想去联系董王 说明自己有多厉害 但是当他真的坐到了 特朗普大厦 在特朗普大厦 他们讲的一个事情 然后Bolton就说 董王一边吹嘘 哎呀 仰慕您的大名 他用warmly 非常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 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董王就是握手的揍 这样一拉 仰慕您 我崇拜你很久了 还是库士纳跟他说的 我和我丈人 仰慕您很久了 您的大名如雷逛耳 然后坐到特朗普大厦 他们讲了一个 小时的伊朗什么东西 Bolton他一直 认为我国和俄罗斯 是战略威胁 伊朗 特别 伊朗是流氓和国家 中东 韦来瑞拉 古巴 加上尼德拉瓜 是他们的潜在威胁 是这样 给他讲一个小时 然后被董王打断 董王打断说什么呢 哎呀 您真是大财呀 没想到 没想到您见面之后 滔滔不绝 跟看电视一样 跟电视上是一个人 very good I love you very much 这样 他的原文是这样 大家可以听听 我下面要念英文的 他后面呢在送走了Bolton之后 上电视的时候 评价Bolton就如下评价了 大家真的注意啊 董王的英语水平 我真是望尘莫及啊 John is a 我要不要配上熟诗 John is a terrific guy We had some really good meetings with him He knows a lot Oh he knows a lot He had a good number of ideas Zeta must tell you I agree with it very much Agree with it very much 这是哪门子的语法 所以感觉像是我初中 初中不到吧 小学毕业 初中半年级的英语水平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男的单词 Terrific 当然了 他Terrific是他最喜欢用的这个形容词之一 另外就是 Tremendous Tremendous amount of time 典型的董王 就是Bolton居然能回忆出这么详细 就是董王的语气 整个句子构词 全部都是董王 一模一样 所以我看到这边 我真是哎呀笑死我了呀 我们古代有一个看书下酒的典故 说的是北宋苏顺青 他到他的岳父家里了 就经常啊 就到书香之后呢 就五管人要酒 岳父就奇怪 你咋跑去书房喝酒去了 也不见你要菜 光喝酒这几个意思 结果呢 他就偷偷的在窗上 看一看怎么回事 发现他在拿了本汉书在那边读 当然是汉书不是后汉书 让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后汉书可以是昆杨之战 看到光武帝刘秀 站到城门楼上 大喊雷公主 哎呀陨石哗啦啦下来 把王莽的军队砸得人羊马翻 13个人打八天 然后呢 拍桌子大侠快在 然后一边的就倒酒喝 我看到这一段模仿董王的时候 波浩顿写的这个词句 完全就是董王的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语句之后 我也是大派 我也是拍桌大乐 真是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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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惜了 可惜了 他是真气 是一种愤恨啊 气得他把董王一字一句居然能回忆出来 全部记录在这本书里 否则啊 我真怀疑他是董王的死忠粉 好吧 穿黄铁粉 那么的 董王新登基 底下一帮子人要排排座 封我个什么呀 三公九卿封完了 你底下副官 你总得也封封吧 是吧 哪个肥差肥缺 怎么着 于是呢 交给谁 交给库什达 交给自己的女婿 于是呢 非常好玩的就是啊 当 Bolton满怀雄心壮志 到特朗普大厦 跟董王和一众 他的那些好兄弟 什么班农 什么东西 讲什么阿伊朗 是流氓国家之类的话 讲完之后呢 就回去之后呢 过了一周 库什达给他发信息的 就是说 岳父不喜欢您的胡子 说您 这个有没有什么别的 职位也可以讲 我们来商量商量 然后这时候 Bolton才发现 原来之前他妈的全白讲 讲了半天 你什么都没听进去 就是说我的胡子 你觉得不好看 所以啊 这非常的气 就觉得一开始 你就应该选我的嘛 库什达还问了他 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怎么看这么多人 对你的批评 我们要知道 博尔顿去当联合国大使的时候 干的基本上 就干了一件事 就是攻击联合国 有这么多人不喜欢他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他问了之后 结果董王自己插着 哎呀 我和约翰一样 但这个Bolton名字叫约翰 我和约翰一样 我们都有很多人 喜欢我们和不喜欢我们 然后这个问题 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整个谈话 都在一种温馨险恶 但是又不知所谓的 语气下结束了 这种情况下 Bolton作为一个老保守派 怀着雄心壮志 又是法律系毕业的 真的觉得自己 这回事能翻身了 碰到这一堆火爆 你觉得他心里怎么想 更好玩的是 写完这么多人之八糟 他骂了狗王 写的自己不得志 我就是应该当狗物卿 这写完之后 下面补了一句 但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为什么呢 我们有太多要修理的东西 在奥巴马的八年之后 所以这五十页 如果我们抛开他黑董王 这样的整个一个趣事 不看的话 就是一句话 董王或许不是个人 但是奥巴马是真的狗 这个我们先做一集 这个因为我看的时候 可能说要去查很多人 这里面已经出来了 我们之前讲过的人 你看世界就是这么小 出来的谁呢 出来这个人 查尔斯科拉萨默 这个人非常支持犹太裔 然后抨击董王 是递到董王的反贼 清定反贼 这人我们哪集讲过 就是上次讲犹太的时候 讲的是大哥 他之前说只有犹太人 他们现在住在三千年前 他们住的土地上 说着三千年前的语言 又是三千年前的文化 就是大哥 他是地地道道的反贼 被董王恨的压痒痒 你看 这独岛这阵里面 这是查尔斯科拉萨默 这名字哪里查过 那这名字好这样 似曾相识的一番 原来这哥们得了普利策奖 那个我刚刚骂过 你说是吧 有缘的很 有缘的很 我们这个那么好吧 反正我觉得整本书 整本的书 这大拉那些 他自吹自擂的话 我就不放进来 包括他们很多 什么蒂勒森之类的什么 那几个参议员之类的破事 不高兴讲 因为都是故事 但是这些笑话 实在是非常有意思 我看的真是合不动嘴 有很多人说 说没必要买这本书 给他贡献这个钱 我也觉得没必要 但是这本书 我在这看了一下 是网上的电子书出来 我不能鼓励 是吧 但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 学习一下英语是可以的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 是吧 自行取悦 我觉得当笑话看 还是挺好玩的 里面的用词 真是太好玩了 特别是他把董王说的话 全部都记下来 那个真的就像董王自己说一样 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OK OK 见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